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代科举考试的难度远远比现在的高考 国考大得多 所以 当寒窗十年的学子们终于盼埋录取的捷报 当然要高兴地发广 犯尽重举 然而幸运儿只是众多考生中的一小部分 据统计 灵星两代相识录取率 仅有3%至10% 而会试录取率也才10% 也就是说 考中进士的概率为0.3%至1% 而且可举考试三年才举行一次 可见其难度有多大 所以说 如果有幸看到相识和会是放荡的情景 你会看到 大多数考生在一把鼻涕一把累了哭 而真正中的举人或者近视的 早有差人捧着捷报 去家里送信去了 从考生的个人感受来说 宋朝以前的书士度 要远远高于原明清 唐 宋诗科举 考试 是词赋文诗重点 写一首好诗或一首好诗 就如滕王阁序这种绝世好诗 铁定能中尽诗 滕王阁庄有位叫朱庆渝的 他考试没戏 提前写了首诗及水部侍郎张吉 诗约尽诗上张水部 洞房作夜亭红竹 待小堂前拜叫姑 庄罢低眉问夫婿 话眉深浅入食屋 此时假托刚过门的小媳妇口气 问问丈夫自己的装扮合不合时髦 其实就是先试探试探火力 让张吉看看自己的文采如何 张吉也是一位超级大咖 极剑之下非常欣赏 张吉回诗给朱庆渝约 月女新装出静心 自知明艳更沉吟 其文卫族诗人贵 义曲灵歌迪万斤 意思是你小子文才这么好 还担心得甚 肯定高中 果然 中考生重了进士 可以想见唐宋两代文人世子们 吟着诗作着词 风花雪月的就完成了学业准备 这种考试 感觉还是挺有好的 但这种情况被两个爵士大才子破坏了 公元104 三年 北宋参之正是范仲淹 反对过分重视师傅科 将师傅科考试的顺序调整到最末一场 1068年 宋神宗幼卿取王安时的建议 把明经归并于进士科 从此之后 科举考试的内容 便以儒家经义为主 所谓的经义 就是令后世文之头大的儒家经术 考察对儒家经典的背技 理解和发扬 答题风格 也从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师傅创作 变成死抠字眼 言必称某子曰的枯燥乏味的路子 孔一级到了明朝将八股文定为科考的基本内容 连文章格式 都成了启程转合的固定套路 考生学习 答题全是在带着镣铐效果 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入院考试的过程更摧残忍 明星两代科考都在专门的场所进行 考场被称为供院 每年到了固定的考试日期 世子们便要提前准备 每场考试足足三天 一进考舍便不能出来 吃喝拉撒都要在考舍内解决 所以 必须准备好衣物 食物 笔验 水 蜡烛 灯台等物件 考试模式是单人独号 每个考舍只有两米来宽 设有一高一低两个板子 答题时当作桌案 睡觉时 两块板子可以拼起来当床 舍内有一个小镜桶 小便基本在舍内解决 古代考场 但大便还是得到厕所解决 出舍方便时要省市监考人员 将卷子暂交 回来后再索回 一来一回十分麻烦 所以考生为了节省时间 基本上吃得很少 秋围倒还好说 天气比较舒适 考生们不受罪 春围时北京寒气未退 露天考试非常寒冷 考场一般会提供一个炭火盆 但这仅是聊胜于无 许多考生还是被动得生病 临清考试时 由于印刷技术的飞速进步 可以把书籍缩进成巴掌大的小册子 为防夹带 考场也专门规定进场必须检查 一开始只查衣物 后来还查篮子 食物 馒头 高点类的食物进门时必须剖开 检视无误后才准代入 春围考试时经常有人把 资料缝进棉袍子里 官方规定进场考试 不得穿袋面的衣服 有的人穿来了 现场撕开袍面 考生们只能穿着裸露棉花的袍子考试 考场内一片白花花的煞事奇观 不过即使是这样 也有一些幸免者 1991年 一位举人的后裔 蔡奇祖先的遗物中 发现了一本增广四书被指 这本书囊括了大学中庸论语全文 以及宋朝以来大儒的所有注释 被誉为清代科考被查奇书 这本书藏在千层底靴子的后跟里 发现时仍然完好无损 字迹清楚可辨 此书一经发现 立刻引起轰动 吉尼斯世界记录组织调查后确认 这使中国现存十万余种古板书籍中 版面最小 文字最小 和存世极少的诗印科考作弊奇书 但俗话说 打铁还需自身硬 依靠作弊等手段 即使取得了一时的成功 如果自身能力不足 才对武力只能烂于充数 迟早有一天会露出马脚 作弊就像刮彩票 没有人使 中都是赢家 一招翻船便会万劫不复 在这里也告诫即将期末考的学子们 努力复习才是正等 最后 刷看见 不挂科 祝广大学子们考试顺利 说说你记忆犹新的那场考试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明文明明 Tails 邀请不吝点赞 订阐 订阅 订阅 文明兰新的音乐 我们下期后 则子中期末顺利 超对五百五百六百 так 则子中期末顺利 说明明儿就已经可以看更多责妇 这样子就不过责任任编车